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每日的数字飞速增长 截至到3月25号 已有意大利、美国、西班牙、德国、伊朗、法国 6个国家确诊病例数均超过2万 在6个国家中 意大利的病死率最高 远超全球平均值 最低的为德国 从近15天的病死率中也可以看出 意大利的病死率始终非常高 而德国则是保持了较低的数值 那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各国在病死率上的差异 首先在疫情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提高检测率可能有助于降低病死率 据公共卫生专家预测 针对新冠肺炎的检测数越多 确诊病例越多 病死率就越低 也就越接近真实情况 德国病死率低 可能与其大量的检测数量有关 其每周筛查16万人位居欧洲之首 相比之下意大利的检测能力不足 使得确诊人数被低估 据意大利政府官员透露 意大利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实人数 可能要比目前统计的确诊病例总数高出10倍 大约70万人可能已经被感染 同时病死率也可能受到病例年龄分布影响 70岁以上感染者死亡率最高 意大利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第二严重的国家 据相关数据显示 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23% 而且意大利还是一个以广泛的代际接触为特点的国家 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近 接触频繁 这加大了老年人接触到感染者的机会 不过人口结构也绝非病死率的决定因素 否则又如何解释同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德国却保持了非常低的病死率 相反老龄化程度很低的伊朗 却有着较高的病死率 这就需要提到另一个考量因素 医疗资源 新冠肺炎后期 有相当比例的病人会出现呼吸衰竭 肾功能衰竭 循环衰竭等现象 重症管理是有效减少死亡率的重要措施 然而疫情发展至此 多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则是重症监护病床不够 意大利床位已经出现严重短缺 医生们甚至被迫根据年龄和生存机会 像在战争时一样来选择医疗对象 根据欧盟最新数据 欧盟平均每10万居民中有14.3张床位 意大利则是12.5 法国是11.6 和西班牙是9.7 由此可见 法国和西班牙后续可能同样会面临床位短缺 而德国病死率低 或与其医疗设备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德国属于世界上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 每10万居民中有29.2张床位 目前拥有28000张重症监护病床 而即便如此 目前床位占用率已达到89% 根据德国媒体的预计 到5月14号 德国方面会耗尽所有ICU床位 目前给出的预计需求量 是在现有床位基础上 再加17500张 而造成各国医疗资源差距的根源 还要归因于财政政策 意大利西班牙都是受到欧元区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间 政府不断削减医疗系统的开支 民众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都高于欧盟平均水准 而德国则是欧洲建立医疗保健体系最早的国家 如今也是欧洲医疗保健支出最大的国家之一 德国年GDP的11.1%用于医疗保健支出 据欧盟统计 德国国民人均保健预算为4714美元 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从目前趋势看 全球仍难以短期内遏制疫情 而随着确诊人数的增长 病死率很可能会继续攀升 各国所要面临的挑战依旧严峻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下载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